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19号星期五 越共的总书记阮福仲在任上 在今天突然去世了 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到现在为止 没有接班人计划 可以说是一种对中国国家安全的 极度不负责任 而且极度威胁 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 中国在全世界都举度轻重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人十几亿人 而且是全世界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核武国 甚至算一个 也得算一个核大国 对不对 像这种国家的话 你习近平现在到了这个岁数 今年71了 应该 对不对 好像是53年 是吧 好像是53年生人 然后6月份的生日 我记得 对吧 到上个月的话就已经71了 对不对 到了这个年纪了 第三个任期了 没有接班人计划 我不知道习近平在干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头两个任期 还60多岁的时候 没有接班人计划还可以 现在是你什么岁数了 71了 而且你看这次三周全会 为什么外边能够造谣 造谣说习近平什么脑梗送风 也是因为你年纪到了 对不对 你的确年纪到了 而且你现在看起来 整个的步伐 步态什么的 跟年轻时就是不能比了 你这次去法国的话 虽然有些人在那儿造谣什么着 反正看起来走路是有点 不是一个年轻人的神态了 对不对 就能看得出来你年纪大了 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虽然我也说 就是脑梗中风 是个照妖镜 对不对 但是这种谣言能够传出来 也跟你的年纪和身体状况 是有关系的 对吧 老毛又怎么样 老毛当年都有接班人 你现在没有接班人 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觉得对国家来讲都是不负责任的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负责任 你就如果习近平现在突然去世的话 这个政局怎么办 能够稳定的往下走吗 我持怀疑态度 阮福仲 他是这样 他作为越共总书记 而只是越南的当之无愧的政治核心 突然去世 可以说肯定会冲击越南政局 他是2011年2016年2021年 三次当选越共总书记 是越共中心的核心当中的核心 然后他现在等于算 也不能算没有接班人 他现在接班人是2024年 今年的5月 两个月之前 刚刚上任的国家主席苏林 现在又年轻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历练 能不能稳定这种重疾 我们不知道 就跟华国锋一样 不是说老毛最后死了 说医生 你办事我放心 刘伟华国锋就完了 那不行的 最后他稳定不住这个证据的 你明白吗 稳定不住这个局面的 软服中的这样来讲 比习近平还强 比习近平的有责任心 比习近平的有这种责任感 软服中其实一直都有接班人计划 只不过接连失败了 他实际上他最早接班人计划 从2016年就开始了 他就有 在越共十二大厂 当时是丁世兄和当时的 私家马车的机器亮相 被认为是明显的软服中的接班人 但是2017年8月 丁世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 身体不好了 开始长期休假治病 丁世兄之后 就是说陈国旺成为软服中的 力捧的第二个接班人 但是2021年 越共十二大厂 陈国旺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 足够的支持票 最终也不得 也没有办法被逼无奈的就退休了 后来这个是武文尚 武文尚在2023年 被软服中的 提拔为国家主席 但是在今年2024年的3月 因为腐败 暗然下台也下去了 那么现任的国家主席苏林 是2010年晋升的公安上将 2016年担任越共公安部的部长 2024年5月成为国家主席 刚刚当国家武器 两个月而已 软服中为其护航了仅仅两个多月 能否在软服中去世之后 稳定住政局 就不好说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 我有时候我就说 我对什么印度 对越南 他总是说用印度 用越南来提待中国 我不是很看好 越南首先 他这政治局势 没有了软服中之后 剩下的人能不能 就是说维持一个 长期稳定的政治局势 这都有问题 如果政治上有问题的话 上面打起来了 下面必然大乱 当然而且还有点 越南也太小 人也太少 替代中国这是不现实的 印度有印度的问题 印度现在就是属于 印度你说 它算是官僚垄断 还是金融垄断 它都有 你知道吗 印度就是说 富者太富 贫者太贫 而且是什么 就是说 它有一个 就是说传统的思维方式 总觉得有钱人高种性赋予是应该的 低种性贫穷是应该的 就是命中注定的 它有这么一种 这种宿命感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国家 你很难让你看到 就是说希望 越南也是这样子 就是软服中去世 后面会不会引发问题 不好说 毛泽东去世之后 华华峰也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慢慢的被电话评 给弄下去 你知道吗 他也不是说 毛泽东今天死 明天就把华华峰弄下去了 也需要了一点点时间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软服中死了之后 我也承认 不可能今天软服中死 明天他们就把苏林的推翻了 但是明年呢 后年呢 你用意思吗 两年之后 三年之后会不会出问题 对不对 你像谁 赵紫阳 胡小邦 跟邓小平 最后胡小邦死了之后 反而当闹出事来了 这都不好说 所以这些事 我们只能装 就是说拭目以待 希望越南不要乱 越南如果乱了的话 前面努力就功亏一亏了 软服中 咱说实在 从前面 这十几年 软服中 治理的不错 越南的这十几年 发展的非常好 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前两天 不还介绍软服中 这种竹式外交 他就说这种 就是说越南第一 越南利益为第一 优先考虑的那种 非常软式的那种外交 哪边风大哪边倒 跟个竹子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又有自己的主见 对不对 但是我也会迎风去摇曳 寻找一个 就是说 他是比较聪明的软服中 但是后边人能不能行 咱先别说 苏林能不能稳定住政局 咱现在假设他能稳定住政局 但是他有个问题 就是说越南稳定住政局的话 那么就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能不能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明白吗 就是说我能够跟美国关系也不错 你像软服中在的时候 跟中国关系也不错 跟美国关系也不错 你明白吗 美国的好处它站着 中国的好处也站着 就是说我卖东西 美国要 我能挣美元 能挣dollar 能挣钱 跟中国 我又可以引进中国的一些东西过来 他就过来 然后中国能电力来支持我 都可以 他两边都能得好处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说像爱尔多安式的 像转服中式的 这种政客 政治家 真的这个属于政治家 知道吗 我在那两极世界的中间 两边我能捞好处 但是一旦要是做不好的话 就变成什么像斯坦斯基这种 我在两极世界的中间 我导向另外一边 跟另外一边去打仗 可能会给国家带来 就是说 意想不到的那种损伤 就别人说别的 就是说 就现在苏林 他即使能够稳定度正确的话 如果他过于倒向美国 跟中国的关系弄得太糟糕的话 对越南的经济政治都会产生 巨大影响 你包括你看现在菲律宾 对吧 你在看现在越南 都不好说 但是咱先不说他们 你就说中国 你习近平怎么着 你71了 没有点责任心吗 没有点危机意识吗 对不对 为什么我 当年我就预言 我说今年恐怕习近平就应该打台湾了 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 为什么你看台湾这边也有观点 也有看法 就是说习近平在蒋介石化 就是蒋介石也是 蒋介石70岁之前的时候 仇促满志 要反共大陆 70岁之后 你发现老蒋还喊 但是非常明显 就是他已经不想再反共大陆 也打不了了 他也知道他不行了 你知道吗 他就放弃了 就只是嘴上说说了 就70岁老男人 只能在嘴上说说了 你知道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说习近平也是 说习近平今年71了 就完了 打不了了 为什么台湾很多人不看好习近平 约习近平 你不能打了 就是说 因为你要打的话 可能就今年明年了 就你7172 你打不打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7384 是不是 严谣不叫自己去 对不对 就你这一两年打不打 你不打的话 你到73 那基本上没人看好你 这没办法的 对不对 你以前中国来讲的话 七上八下 你都该退休了 按理说你干两届 应该退休了 你现在死活不退休 你现在死活 偏要干第三届 对不对 但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定列年龄 让你退休 就是因为你身体到了 你的精力还到不到 国家里里来外这么多事 你能应对得过来吗 而且你现在权力这么集中 你要应对的事情反而更多 对不对 你如果权力分散一点 你还很多事 你不用心理亲为 但是现在中国这事 你放心 你又不放心 你有接班人 你也没有接班人 对不对 然后以前像老毛的话 都交给周恩兰 他们去做 你现在你放心 李翔现在能跟周恩兰那时候比吗 李翔很多事 大事要请示 小事要汇报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都亲力亲为 你叫你今年71了 你的精力 你的体力 现在还到位吗 然后你现在还不打 你现在不打 那真的就别打了 说句实在的 我也承认这一点 为什么我当年我又预测 我说习近平在2024年今年要打 今天如果不打的话 到明年 其实基本上我劝你就放弃得了 我劝你就放弃 就不要再搞 不要再搞这事 你如果现在不打的话 等你到什么到下一 还什么第4个人现在打 我天 那你多大了 你都老糊涂了 跟胡锦涛一样 你分得清楚是打台湾还是打菲律宾吗 你不要 你再说错了吧 你懂 懂个意思吗 他们不是问吗 问蒋经国 说张园长 对不对 您去世之后让谁来接班 蒋经国有口音吗 说你等会 你等会 李登辉 李登辉 你懂吗 你最后你说清楚了吗 是你等会还是李登辉 你明白吗 你习近平到最后也是吧 你到年纪了 我觉得习近平真的 这软腹重的去世 我觉得应该给习近平 给这国家都敲响警钟 习近平就第一件事 就今天打不打台湾 第二件事就是说 必须要在你第三个任期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接班人计划了 要不有个接班人 要不有个接班人计划 对这个国家要负责任的 为什么 我前两天我刚说 我对国家不看好 习近平这么搞下去 他一定要有第三个任期 第四个任期 他到什么岁数了 后面如果接班人接不好的话 天下大乱的话 你明白吗 就说你习近平死了之后 搞不好没有二十几天 他们就把彭丽娃抓了 就跟江青一样 你懂我意思吗 不开玩笑的 江青的女儿叫什么 李娜是不是 你这个谁 你最后很有可能 彭丽娃就成江青了 然后你习近平 就跟李娜一样的下场 他存在这个可能性 他不是不存在这个可能 中国又不是没说过这种事 对不对 你再觉得自己牛逼 你有毛泽东地位高吗 毛泽东当年什么地位 你反正不能跟毛泽东比吧 对不对 你们哪个能跟太祖 你最多算了太宗 你能跟太祖比吗 对不对 太祖什么地位的 对不对 开天必地的 那是 对不对 你反正你没有觉得自己牛逼道的 能跟老毛比吧 对不对 所以 你反正我觉得真的 就是说好好想想 软服众这个趋势 我觉得真应该好好想想 对国家负责任 对人民负责任 对社会负责任 也是对全人界负责任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应该要有一个 就是说要一个说法 对接班上要一个说法 对后面政权的平稳的这种 就是说过度要有一个交代 这是一个基本的做人的一个责任心 所以实在真的是 你这么做的话就极度不负责任 真的极度不负责任 好不好作为一个大外宣好不好 我帮你宣传宣传老齐 好不好 看看听完之后不知道你怎么着 高兴不高兴 反正大外宣力度可以吧 呵呵好不好 老齐好好想想这事 好吧 那进行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